嗨 大家好 我是小四爷 我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比如我最近就在研究一个问题 怎么才能把豆浆做得跟咖啡一样高端 它们不都是豆子加水做的吗 只不过一个是咖啡豆 一个是黄豆 咖啡能提神 但豆浆更有营养 但是现在豆浆和咖啡的形象差距确实很大 很多人追女生都会喝咖啡约会 但是如果我追女生是约她去路边的早点铺喝两杯豆浆约会 那喝完她肯定会拒绝我的 小四爷 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注重养生的男生 你也很贴心 怕豆浆撒了 还给我套了个透明塑料袋 但是我实在不能接受像今天这样 早晨七点就来这约会 别人的恋爱深夜暧昧 我的恋爱早起排队 那怎么才能把豆浆做的高端呢 方案我都想好了 怎么营销和国外的品牌做联名 我们也可以和知名奢侈品品牌香奈尔联名 出一款产品 这款豆浆的卖点就是香 而且豆浆的产品名字也得营销 不能再叫什么杂粮豆浆 五谷豆浆了 太土了 你看人家咖啡的名字 叫什么拿铁 越听不懂越好 他们叫拿铁 我们叫拿法 就是高端 拿我没有一点办法 而且豆浆还必须得有一个英文名 咖啡为什么听起来高端 因为咖啡这个名字就是英文名 咖啡 即英语过来的 而豆浆一定有一个英文名 就叫豆浆 拿法豆浆 要想把豆浆做的高端 最终还是要靠品质说话 卖的最贵的咖啡 都是纯手工打造 但是我们做豆浆 要做出中国特色 他们用人工膜 我们用驴 穿驴工打造 驴给你也不能是普通的驴了 高端的驴 不是LV驴 BD驴 保定驴 而且驴的腿得长 因为拉末的时候 它要自己踢水龙头加水 因为是纯驴工打造 而且驴肯定也是要经过培训的 拉末的时候 它要先朝左转三圈 然后再朝右转三圈 然后再朝左转三圈 反复淹没三个小时 让每一颗大豆尽情绽放 如果驴 它们要按照规定转圈 比如转反了 或者多转 少转圈 那我们就多了一款产品 驴肉火烧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昂哥 我有一个爸爸 他对我影响很大 他呢 很自律 那他平时就绝不允许自己 做任何家务 我爸特别会舒服 就是舒服到严苛的那种 就他能躺着 他绝对不会坐着 他投影 都是投到天花板上 躺着看 茶都拿管喝 我家那沙发 我都没坐过 我爸常年躺在那 人说有些家庭的父亲是缺位的 我爸都不缺位 他是占沙味 我爸60了 就他躺的时间长到啊 就你感觉他皮肤都不是往下垂的 是往后走的 就他整张脸 头发全是往后背的 就我爸去哪儿 你都感觉他是骑步的车来 你这样 他平时最剧烈的运动啊 就是换衣服 我爸回家脱衣服跟褪皮似的 你这样 啪 裤子一脱 自己出来了 我妈都佩服 没见过谁懒得 这么麻利的啊 他其实他每天也挺忙的 挺忙 他要抽烟 他要喝酒 我爸喝酒的理由 永远都是 开心 他总劝我妈 你要学会享受生活 我妈说 我要学会享受了 你就没生活了 所以他在家里面 他喝得再难受 他在家里 他都不会表现出来 打脸呢 他就在客厅 他假装看电视 那目光都呆滞 我妈一看就知道 你喝多了吧 我爸 你知道喝多的人 动作幅度不敢大 他一动 他就恶心想吐 他就眼皮抬一下 没喝多 那点酒 哪到哪 我妈看着我爸 我妈看着我爸 努力伪装的样子 也非常贴心地说 那把盆还我 把端一宿了 但是我爸现在 他知道健康的重要了 就人一上岁数吧 你都不用劝 他就知道了 你知道 天天在那聊血压 还啃进 非常担心血压高 导致血压非常高 所以他开始闭鼓了 就是不吃饭 吃空气 人家是用来养生的 我爸用来治病 七天不吃饭 饿得做梦都喊 给我留一口 胃直疼啊 在治愈了 里面重生的 到底十天膝盖开始疼 那明显就是缺盖了 非得说是半月板 再重生的啊 就快治好了 给我急的 我照这么治下去 人都没了 我说爸你说那重生 都不会是投胎吧 幸好我爸不是医生啊 不然这边病人都死了 那边还跟家属说呢 那治疗很成功 那这会儿呢 去二楼产房找找看吧 应该重生了啊 这是我爸之所以 他敢这么闭股 是因为我妈在 我妈我爸在一起 过日子几十年 准确来讲是 我妈一个人 过日子几十年 我爸沉浸式体验 我妈过日子 但是我妈现在的心态 已经完全转变了 一辈子了 活明白了 也看明白了 你就当这家没这人呗 对吧 你就当没这人 你自己一人 不得过日子吗 你心态也这么转变 你发现 吃饭的时候还有个伴 我们这人还知道 自己把碗拿到厨房 真挺好 真挺好 所以我妈现在真的 已经彻底不关我爸了 每天自己都去 见朋友 健身 学会了享受生活 我爸开始抱怨了 说也不知道 你妈是咋的了 我说 你不知道我妈咋的了 重生了 谢谢大家 我让哥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温晨 我今年28了 已经开始害怕体检了 因为我居然在医院里 确诊了 重度 睡眠 呼吸 暂停 综合症 其实就是打呼噜 打着打着 漏了一盘 你们可能有人见过 打呼噜是这样的 这就是睡眠呼吸三天综合症 我是怎么发现的 是因为我在医院里面 看到一则广告 说 就很打动我 它说 你是否有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下降 焦虑抑郁的症状 我太有了 这谁没有 只要每次一上班 这些症状就出现了 开会的时候 注意力不集中 开完会记忆力下降 天天工作 很焦虑 一发工资 很抑郁啊 全重 都给对上了 赶快找医生 医生让我拿一个设备 回家测试 测完之后 那个报告显示 结果出来了 最长的一次呼吸暂停 有79秒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想 跟我的儿女子孙交代一句 就是如果真到不行 那一天呀 就是你先别着急 你知道吗 你等爷爷两分钟 你别 当时我一睡醒 怎么 衣服都给我换好了 怎么 有人吗 有人吗 放我出去啊 孩子能跑得更快了 你知道吗 就是 后来医生还给我听了 我打葫芦的录音 哇 声音真的很大 很尴尬 我当时听完那个录音之后 当时就理解了 为什么前女要跟我分手 尤其他那句 吴星辰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而且我在反思 为什么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能让我的前女友 从来没有告诉过 我睡觉的时候 会突然不喘气了 也很容易想通 是吧 如果我旁边躺着一个 这么睡觉的人 大葫芦的人 我巴不得他暂停 他暂停的时间 越长越好 我这一晚上睡眠 就靠着七十多秒了 最后医生说 你这个情况要上呼吸机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带一个氧气面罩 我听到这儿 我就感觉 自己的感情之路 肯定不会顺利了 这还咋找我女朋友 天天旁边躺着一个 带氧气面罩的 人家都是花旗的院下的 晚安晚上 我是帮我把电插上 爱情嘛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互相理解 睡觉之前 你压我头发了 你压我管了 我就问医生 有没有除了呼吸机以外的办法 医生说 也有 你就戒烟戒酒 加减肥 多吃蔬菜 不熬夜 我说 你想让我买呼吸机 可以直说 你让我戒烟戒酒 加减肥 多吃蔬菜 不熬夜 人倒是挺健康 青春猝死了 也清楚了 当然了 我也在想别的办法 网上有卖那个 纸酣手环的 他的工作原理 就是睡觉之前戴上 睡着之后 他垫你 你打不打呼噜 他都垫你 甚至我没打呼噜 睡着睡着 啪 就是这个产品 有大智慧朋友吗 这个产品 看透了事情的本质 想要不打呼噜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要睡觉 其实打呼噜这个事 就是自己没感觉 就是别人很难受 就每次被打呼噜 声音吵醒 我看他心里 睡得那么香 心里想都是 你凭什么睡得这么香 想把这个声音录下来 会发现 永远卡不准 他最洪亮的那一声呼噜 就好不容易录完 这个素材的心想 这点素材 好像不足以说服他吧 好不容易 他们打呼噜 刚开始录音 他呼吸暂停了 所以不管是谁 我就打呼噜 大方承认 再有人问 你是不是打呼噜 是 那怎么打着打着 还暂停了 是因为梦见你了 就是你的美丽 让我窒息 没有办法 确诊了之后 就是这么有你 谢谢大家 我是温云川 谢谢 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子浩 然后呢 是效果文化 一个基层的 偷游演员 怎么说 你们也知道 我去年也有参加 我们公司的 这个偷游大会 第四季 前十分钟的录制 真的是相当的精彩 第一个上 第一个走的 怎么说呢 真的是 从小就记住妈妈了 教训就是早去早回 你知道吗 行了 今年直接干到最后一个了 真的是 也算有头有尾吧 哎呀 真的是 效果文化真行啊 效果文化 就是 我跟公司说 我想在节目多待一会儿 不是在那个地方 多待一会儿的呀 真的是 我真的 怎么说呢 这几年被这么搞啊 这几年这么被淘汰 我真的 我现在不知道 应该怎么搞笑了 你知道吗 我今天听了一整场了 你看这帮演员 我感觉他们讲东西 你看都在讲逻辑啊 讲观点 我呢 从小是在广东长大的 我对搞笑的理解 一直都是周星驰 就是无厘头 你们知道无厘头吧 无厘头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不讲道理的 就是很自然地 做一些 极其荒谬的事情 极其荒谬的事情 知道吗 这是无厘头 这是真的啊 这是真的 就是不讲道理 但是公司这帮同事 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他们就会经常讲一些 我完全听不懂的 北方喜剧那部梗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一个人说了一句 然后其他人都能接得上 我听过了最多的一句啊 叫 宫廷御夜酒 一二三一杯 为什么他们都误导 哇 好厉害 他们多大分误导 这件事 你看 我完全理解不了这个 我这个广东人完全理不得了 我感觉你们给我感觉 就好像是现在的小朋友 听到 是一个逻辑的 而且这帮同事很执着的 他们知道我不会 就一直逼着我学 真的 每次他们在讨论这些 北方经典的小品的时候 但凡我在旁边说没看过 他们就开始直上霸凌我了啊 真的是 摁着我的头 拿着手机 一个一个小品这么播给我看 一边播一边骂我 就跟以前上学的时候 老师骂我的话一模一样啊 就这些内容 这样子哈 这个宫廷玉叶酒不会就算了 下蛋公斤也不知道啊 都说了多少遍了啊 还有后面这个你看 我叫白云 我叫黑土 这都是送分题啊 接下来不是很简单了吗 接下来你看 我七十一 我七十五 我说老师 不是八十吗 八十是大锤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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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真的会笑啊 真的是 我甚至都不知道 梗在哪里 太喜欢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 对于北方这个喜剧小品的 什么地位啊 我们正好同事 他们喜欢这些小品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们无论看多少次 都会笑出来的 而且对吧 而且经常看的时候是 那个笑点都还没到 他就已经提前开始笑了 对吧 就是那种 来了 不行我要再看一遍 又来了 就喜欢到这个程度 最恐怖的是 如果他们要拉着我一起看的话 我就必须笑得很开心 不然他们会觉得 我亵渎了他们的喜剧圣经的 对吧 就是你们也有试过了 就是当一个好朋友 他当面给你分享一个 他觉得很好笑的视频的时候 你心理负担很重的 你在旁边 你就必须使劲地陪笑 对吧 不然你很难收场的 我真的试过有一次啊 我就跟他们说 我就说不好笑 他们真的很生气的 他们就说不好笑 你觉得这个不好笑是吗 不行 你要再看一遍 你如果这个 你都觉得不好笑的话 那你觉得什么东西好笑 我说 我说我觉得我这个好笑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House 我讨厌比赛 去年我就是鲁莽地挑战了小北 被草率地淘汰了 你没在台上比过 可能确实不太了解 比赛啊 很容易输的 人生也是啊 过去的一年 我啥也没干 调整了一年的心态 尝试过瑜伽 冥想 心理咨询 终于 我想通了 还是得赢 赢才是我生活的解药 输了我还得去医院看病 赢对身体真的没有任何影响 最多就是赢麻了 正当我调整好心态 在准备迎接舞台的时候 上海的隔离开始了 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心态 隔离到第50天的时候 我真的快崩溃了 那时候的我一闭上眼睛 脑海里就会自动浮现出 50天前那个 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走在街上 尽情地感受着 大城市的浮华与喧嚣 在那天下午 我借了一个共享充电宝 然后是前天 在青岛交通国际机场还的 共享充电宝太可怕了 我用它的电 它吸我的血呀 你们还刚记得 它刚面试的时候 一小时多少钱吗 五毛钱 现在的共享充电宝 一个小时多少钱 三块钱 四块钱 还有六块钱的 而电价一度多少钱呢 火电一度三毛九 风电一度四毛六 共享充电宝 五伏一万毫安 零点零五度电 一个小时却好意思 收你四块钱 你真的不好奇 它租给你的到底是什么电吗 难不成是爱迪生那会传下来的 百年老电宝 百年老电宝 共享充电宝 它卖的是电吗 大家跟我思考一下 共享充电宝 它卖的是电吗 它卖的是教训 我家现在就有七个教训 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会对这么一点小钱斤斤计较 不瞒大家 我出生于一个投资世家 我的父亲在我六岁那年 就辞去工作全职炒股了 时至今日 我们家不能说是富可敌国吧 起码现在是有那么一点资不抵债 受我父亲影响我长大去了银行工作 三年下来有要十二万的积蓄 我决定裸辞 我当时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用这十二万 炒股 然后在两年之内实现财富自由 实现我人生中的终极目标 买它一套 粮食一厅 虽然在两年之内实现财富自由 有些不切实际 但当时的我对这一点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买的第一只股票 一上来就是一波大涨 第一天我赚了三千 第二天我赚了五千 你们要知道当一个人 因为不劳而获 两天盈利八千块钱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这是运气 他只会觉得这必将是今后我人生的常态啊 记录的每一天我都只会赚比前一天更多的钱 年华收益率百分之四万六 我是交易的王者 是A股的传说 散户膜拜我 机构针对我 证监会调查我 但是他们却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 我会带着巨额资产归隐田园 只给这个血雨腥风的二级市场 留下八个大字 巴菲特就那么回事 以上就是我从事投资两天以来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需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当第三天我亏四千 第四天亏六千的时候呢 我的心态产生了一点点波动 我发现我不是那种追求高风险 高回报的进取型投资者 我是那种既想要高回报 同时又不接受本金出现任何损失的散户 我们散户最为人称道的一点 就是心气其高 但是心态其差 所以别跟我扯什么止损 O-In 我就喜欢梭哈 你们有过一天损失半年积蓄的经历吗 或者我换一个问法 你们的心死过吗 我那几天不吃不喝 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 我没敢告诉父母我炒股 我妈还以为我谈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我妈说 儿子你想开一点 你要实在过不去 妈帮你跟他谈他 你告诉我那姑娘叫什么 六零零 然后我爸说 怎么你也买得他呀 等我回过神了的时候 这十二万就只剩两万五了 我想过很多回本的方法 多半不太合法 后来我想通了 还是得上班 因为如果你上班 你就知道 上班其实不容易赔钱的 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赚钱最主流的方案 就是上班 我到现在都没有取那两万五 我希望他能够时刻提醒着 我社会的复杂和我的天真 同时我也希望他能够 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十二万 谢谢大家 我是爱上班的House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何老师 谢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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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我知道 谢谢 谢谢 知道 最近刚发的新专辑 可以去听一听 在分控的前一个月 我租了一个巨大的房子 足足72平 现在想想 那可能是我租过最值的一个房子 每天就在家里躺着 就没有出过门 都值麻了 我当时呢 是和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同时看上的那个房子 老板呢 出的钱比我多 但前提是得先算一挂 就如果风水好的话 他甚至可以加钱 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不叫算挂 那个叫画饼 房东说 没办法嘛 他生意人 他就是信这个 我说哥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信 就如果算出来 他不要的话 我也不要了 房东一琢磨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低价租给了我 然后在我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大哥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多出一千块钱 我那房东人特别好 当时就给他拒绝了 然后都签完合同了 那个大哥还不死心 又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再多出五百 当时 别说房东了 我都心动了 我说哥不行 这个价格我租给他吧 我那个房子不光大 而且是新装修的 就是又大又新 就我刚一搬进去 就立马邀请了一些 就是贫穷的朋友 去我家里玩 带他们在我们家 就是逛了一圈之后 就你听我这个用词 就逛了一圈 就以前我们家 别说逛了 翻个白眼就全看到了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 真的特别的小 它小到什么程度 就你每次推门进去之后 那个床和桌子 椅子 柜子 就把整个空间 都给塞满了 我当时就感觉 我住在了一套 蹊跷板里面 有一次我给家里 调整了一下布局 我进不去了 很屈辱 所以现在每次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个人住 要租那么大的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说 我要把我当时 住在郊区 丢失的尊严 给找回来 我现在住的是两室 就一个卧室住我 另一个卧室住我的尊严 然后我朋友 在我们家 逛了一圈之后 说不行 他说你这房子 刚装修的 屋里有甲醛 我刚进来一会儿 我鼻子就开始酸 我心想 让你酸的是甲醛吗 我当时觉得 他就是在酸我 结果到了第二天 我也开始鼻子酸 然后我就赶紧去 网上搜了一些 出甲醛的方法 就是买了碳包 也放了绿植 还叫了一些 肺活量大的朋友 去家里玩 给忽兰发微信 你叫上王建国 给你吃的干干净净 把他们都叫来家里之后 先一人发一个健身环 先玩着 等他们玩得呼吃带喘呢 再在他们参观 这个是房东新打的衣柜 趁着新鲜 多看两眼 他们说 广志 你是不是没见过衣柜呀 我说不一样 我这个衣柜 谁看谁迷糊 下来 下来 逛了一圈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都快没有反应了 只能眯着眼睛问 你这屋里 是不是有甲醛呀 我没事 就快没有了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 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其实是很累的 你看我 我们家有一个巨大的阳台 它就特别适合 一个人悲伤的时候 就在那里缓解一下情绪 我为了不浪费房租 每天会尽量出时间 让自己悲伤一会儿 有一次 憋了很久 这终于悲伤了 特别高兴 赶紧抬头冲向阳台 结果发现 从卧室到阳台 有足足八米 房子这么大 悲伤不起来呀 在路上就治愈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 我的房子很大 直到有一天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房子 那天叫了好多朋友 去我们家喝酒 李旦也去了 李旦进门之后 第一句话 广志 房子挺小 人很热情呀 我当时就想 我也没让谁站着呀 虽然有一点挤 但是每一个人 都坐下来呀 你再说 人是都坐下来 但是坐下之后 站不起来了呀 他说一个真正的house 你叫人来喝酒 你得是能走动的里边 你得是能蹦 能跳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叫 那一刻我就发现 我跟李旦 对房子大的理解 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可能还是那种 地铁的心态 就比如我看着沙发上 那一排我的朋友们 我就总有个感觉 就是 那个沙发 挤挤 还能上 李旦呢 可能是那种商务舱 看经济舱的心态 就李旦 看着沙发上那一群人 他的感觉是 他们的人虽然坐下来 但他们的尊严 还在站着 是吧 非常多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来 老师王 我是李后伟 我们是 橙色玉景 很多人 去年看了我们 第一轮淘汰的 那个表演 也问我们 为什么叫橙色玉景 其实是因为我个人 比较喜欢橙色 没错 他们一些特殊的经历呢 就经常跟玉景打交道 我是坐过牢是怎么样 没有 我之前看那种侦探片 比较有带路感 侦探片我也特别喜欢看 对吧 我觉得福尔摩斯 真的很厉害 是啊 我从来没有想到 有一个人 英语可以说这么好 废话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特别想演一个侦探 我帮你圆个梦啊 什么意思 我陪你演一下 我特别演个侦探嘛 可以吧 可以啊 神探第一集 Action 你好 我是神探刘洪伟 你好 我是凶手 你好 凶手不要出来 念个什么探长 这里就可以了嘛 我是负责本刹案件的 王探长 你好 我是神探刘洪伟 周围是本案的凶手 太好了 抓到了 翻案那种剧情 探长 我认为真凶 另有其人 英雄所见略同 周围才是真凶 也抓到了 我要破案 周围是本案的死者 手机钱包都在 说明不是谋财 身体表面 没有任何伤痕 非外力之词 呼吸强而有力 说明他没死 他没死啊 我要个死者呀 但是他结婚了呀 结了婚又怎样 结了婚的男人跟死了 有什么区别 what 那你给我搞个灵魂的呀 什么那些八道的剧情 不要演那种啊 就是经过我的抽丝拨截 层层推理之后 然后破案了 不愧是你 哦 现场没有留下 任何犯罪证据 什么凶手 很可能是个老手 这世间完全封闭了密室 那么很可能 就在你我二人之间 我有着充足的 不在产证明 那么排除你的先银 那么凶手 竟是我自己 我是凶手啊 算了 我要验尸 帮把法医找来吧 法医是吧 这位是陈医生 好 陈医生你好啊 这位是张法师 张法师 你法师来干嘛 我要找法医啊 法医 可以替死者开口说话 但法师 可以让死者 直接说话 起 扎实 变恐怖故事了 你不觉得 恐怖故事也很有意思吗 你想想这种剧情啊 一夜之间 全家神秘消失 紧接着 7-11就占领了市场 便利店 是全家人神秘消失吧 一夜之间 全家人神秘消失 更恐怖的是 红旦旦的房间里 只剩下一张 欧洲旅游的对讲剧 没温馀了呀 但7天后 并没有人回来 这可就恐怖了 原来是欧洲八日游啊 差一天回来了 你有没有看过恐怖故事啊 午夜凶灵你看过吗 首先 你会得到一个神秘的录像带 看过这个录像带之后 半夜就会有只女鬼出现在电视里 好可怕呀 哦 贝贝 情话多说一点 午夜凶灵啊 是午夜凶灵啊 想我就多可以 别傻了 看过这个录像带 会有个女鬼半夜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 喂 找你的 别给我呀 你自己接电话 喂 珍珍啊 好久不见啊 你们俩好熟啊 他是个鬼啊 鬼啊 鬼啊 死鬼 恐怖电话 珍珍打来的 珍珍打来的 喂 嗯 哦 他说的什么 他说的日语 我没听懂啊 给我听懂啊 喂 嗯 哦 他说的什么 他说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那一定是因为 我关心 破案了 不愧是你 不要再破案了 既然珍珍要过来弄死你了 那我得找人帮我 对啊 喂 王哥吗 王哥是靠谱的呀 我想买一块墓地呀 放弃了呀 就把他拼一拼啊 拼一拼 拼一拼啊 喂 王大爷吗 王大爷吗 我想跟你拼一块墓地呀 拼什么 死了你知道吗 那我只能找那个人帮我 那个人 喂 麻烦帮我复活一下 张法师是吗 破案了 不会是你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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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真的我现在的人生理念 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的人生理念是 虽然我得到的不多 可是我付出的也很少呀 这样我心态就会非常平衡 工作不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No gain, no pay 我觉得真的很多人都怀念 明星把微博当朋友圈发的日子 我也很怀念 但现在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真的现在在网上 不管说什么都特别容易挨骂 对吧 你现在不挨骂 将来也很有可能会挨骂 因为网友谈人的办法实在太多了 你长得丑给人添堵 长得漂亮让人焦虑 你说话说得有道理 别有用心 说得没有道理那更惨 又蠢又坏 最后你只能保持沉默 但保持沉默也一样会挨骂 你们这些沉默的人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你们这些沉默的观众 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真的我觉得现在网上 每个人都觉得 别人应该按照我的标准活着 只要跟我不一样 我就要干掉你 我觉得没有人能在这样的 网络环境里面生存 剩人都不行吧 我觉得假如孔子 他能活到现在 他也很难有什么好的下场 因为孔子很快就会被人拔除 他曾经说过 天下为小人与女子难养野 孔子居然说过这么过分的话 你知道 真的孔子肯定解释说 哎呀那是我两千多年前说的 两千多年前说的又怎么样呢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真的我觉得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 我做一个成年人 我知道我应该做好情绪管理 我不能随便生气 但你们做过情绪管理吗 我的情绪根本不服从我的管理 每次我刚想管管他 他就崩溃了 我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知道吗 真的只有一种情况你能做好情绪管理 在老板面前 因为哪怕老板指着你的鼻子 骂说不干就给我滚 你也能神奇地做到 说不生气就不生气 因为你知道老子不能滚 老子要还房贷 真的只有晚上回到家里 没有老板了 你的情绪才开始逐渐崩溃 嗯我今天被老板骂了 我压力好大 我好难过 要不我上网骂个人吧 这个孔子居然说 天下为小人与女子男养野 小人怎么了 我们小人怎么了 我骂不了老板 我还骂不了你了 你完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真的情绪实在没有办法管理 怎么办呢 有人说你可以做时间管理 你们做过时间管理吗 你们有成功过吗 真的我非常佩服那些 把自己的时间管理得特别好的人 他们每天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 几点健身 几点工作 全部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我整套时间管理流程 只能分为三个阶段 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天没睡好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不能这样了 我也曾经施定过一些详细的时间管理计划 比如说每天写两个小时的段子 经常的情况是 我坐下来打开word 写了句大家好 灵感就用完了 然后我就会想 电视剧里会不会有灵感呢 昨天那集确实没有 但今天更新这两集会不会有呢 就说我们能忍住不看电视写了 我就会觉得 哎呀好累了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进行劳逸结合了 你们发现没有 人只有在劳的时候 才会想 我要进行劳逸结合 你在逸的时候 你从来不会想 我要劳逸结合 你只会想 老子要逸劳永逸 我看到过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我觉得创作也是一样的 创作最好的时间是昨天 其次是明天 反正不是今天 因为今天我要早点休息 对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毛东 大家好 刚才我真的没想到 你们对上那个歌那么熟悉 你们听过那首歌的前半句吗 我之前过过一次生日 那是我第一次 从头开始听那首歌 那首歌开头这么唱的 今天你生日 送给你祝福 我说什么 就是嘲笑我和南口音的吗 哥们 我一点 不是为了夸张 这首歌真的这么唱 他说今天你生日 送上我祝福 我就特别想接 汉堡带放 好开始唱歌 真的跟那个女人话一模一样 你回去听一听 做点正经的朋友们 今天跟大家聊上班的事 因为昨天 就在昨天 真的 真是 昨天我正式离职了 倒也没必要 哥们 这幸灾乐后的表情 我现在还是挺怀念 我的无嫌疑金的 我们那个公司 是个互联网公司 公司挺好 公司挺好 那为啥我要离职呢 就是当然是我的问题 我不会上班 我不太会上班 就是到现在了 我连他们说话 还是听不懂 我当时入职之前啊 我以为什么 这种互联网黑话 我想着我查过了 什么富能闭环抓手 哥们懂 哥们查了 进公司第一天 领导给我发信息 让我交个报告 我发了一个报告截图过去 领导给我回 他说毛东 你这个报告 写的颗粒度不够细啊 我说颗粒度不够细 颗粒度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领导 你要不点一下 左下角那个加载原图 你iPhone4s该换就换吧 赚这么多钱 你得花呀 有一次开会 同事在那说 他说咱这两个项目 砸偶合 我说什么偶合 砸什么偶合 我说我们老家 上坟才砸偶合 我当时是真的没听懂 而且我不知道为啥 我脑子抽了一下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 我说我也喜欢砸偶合 我说到一半 我就知道我理解错了 因为当时同事 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对了 但我不知道为啥 就那一刻 我不是很想承认 我理解错了 我不想丢人 我就硬撑着 把那句话说完了 我说我也喜欢砸偶合 你们喜欢砸偶合吗 我去买个砸偶合吧 当时我回家真的 行李都收拾好了 准备回老家了 就是尴尬的要死 后来这个事 大家没有提 但我不知道为啥 传出了很多版的谣言 有些人说毛东 好像有点问题 上班的时候 就狂吃砸偶合 有些人说毛东 在开会的时候 把领导打了 有些人说毛东 拿砸偶合 把领导打了 就是这些 谣言很荒谬 对吧 我觉得好像很成问题 但更让我惊喜的是 就这个事之后 我不知道为啥 同事对我尊重了很多 就是连领导 当我工作做不完的时候 他都不骂我了 他都会 劝我好好休息 然后眼神中 带着那种 对病人的关怀 就是我不知道 在座有多少同学 什么同事 是上班的 对吧 如果你要是 在职场里面 有人欺负你 你不开心 你真的可以用这招试试 就是别人觉得 你不正常的时候 他就不敢招惹你 比如说 您的领导贵姓 姓王吧 比如说 比如说王主任 王主任就天天欺负你 你就不开心 你就可以趁着王主任 在茶水间喝水呢 你就过去跟他说 王主任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呢 王主任 然后说完你转身就走 不要解释 好不好 不要解释 说什么 说什么无所谓的 说什么无所谓 主要是状态 王主任在那儿喝水 你拿杯水过去 王主任 Cheers 今天也要加油 王主任 就是不要解释 很好使 对吧 如果没有人 没有人欺负你 也没关系 如果没有人欺负你 甚至可以预防性的 Be crazy 在周三下午的办公室 都很平静 这时候你突然站起来 拿起你的笔记本电脑 开始唱狮子王里面那首歌 Natsup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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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最好自己唱和声 好吧 就是不要找同事配合你 会显得点刻意 唱完之后 你就坐下 继续干你的工作 假装的什么都没有发声一样 我跟你说 这个事你干完之后 当然 当然王主任 跟你同事会觉得 真是好像有点大病 但是他们大概率 不会再惹你了 对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只要够勇 有恃无恐 只要够风 海阔天空 谢谢大家 我是猫东 嗨 大家好 我叫王时期 对 我和这些 脱口秀专业的演员不一样 我有固定工作 我是一名高中的数学老师 脱口秀是我的业余爱好 这个热爱呢 主要是因为现在 我们那里抓补课 抓得太严了 给大家看点好东西 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是中国第一颗人工心脏 人工心脏 就别紧张 你知道我不是带货的 其实我这个手术 大家也别紧张 就是个小手术 就是把心脏拿出来 按一个磁悬斧的小被儿 再把心脏放回去缝上 反正手术之前 医生什么轻描淡写和我说的 手术醒来以后 你知道吗 我看着站了一圈的医生 每个人都这个表情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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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成功了 还拍拍我 小伙子 恭喜你重获新生 去 同志家属 人活了 我这个人工心脏 需要电池来供它的能量 每块电池 我带两块电池 每块电池能供八个小时 就我的一天是 八加八加八小时 是不是听着就比24小时都时间长 第一次见到这个以后 杨文文一直跟着我 问我 哈喽 王老师 你会支持地球一小时这个活动吗 真的 就在我的认知中 就需要充电才能够行动的 就只有奥特曼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就真的只有奥特曼 才可以这样 我就觉得 有些人以前跟我开玩笑说 你相信光吗 我觉得你挺大个老爷们 这么幼稚 后来新闻说 我们家那片要停电 挺长时间的 我有点慌了 我买了块太阳能电池板 医院也挺着急 给我打电话 问我 问我 王老师 这长期停电 你怎么办呢 我说你相信光吗 出院的时候 一通说 自信点 你可是中国第一代钢铁侠 我说啥呀 我这不是 第八代电动车吗 不过也确实提升了一些能力 那就是我的消费能力 就ICU大家去过吗 没有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那里毕竟是中国消费的天花板 挺特别好 真的 我就觉得ICU里边 它毕竟贵有贵的好处 服务很到位 就每天早上给你抽血的时候 都会播放一首吉祥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出院以后 被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你带这么个机器 你怎么洗澡啊 我就觉得这问题很好奇 怎么会好奇这种事情 我怎么就不好奇 奥特曼怎么洗澡 后来我一想 对于奥特曼怎么洗澡啊 我就上网查一查 网上真有 说奥特曼呢 得用高压气流冲刷 用水啊会漏电 用刷子会掉漆 我就觉得 提醒我了 我不能用刷子 用完刷子 我就叫盲石 因为会掉漆 真的就 我在这里边 挺感谢 就是在我有病期间 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 特别不容易 真的 你可以不相信光 但你要相信 中国科技在进步 如果你现在真的有什么病 在痛苦之中 记住我的话 等 我这颗心脏 等了17年 终于等来了人工心脏 对 所以就记住没有什么是不能等来的 谢谢各位 我要下一层变了 我是王世奇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我们又来讲漫才了 对 我们在去年的节目上讲了白雪公主 是的 是的 就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私信 对对对对 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听童话故事 对对对对 自从演了白雪公主之后 我就特别自信 哇 我觉得现在任何一个童话故事 我都能讲 都可以吗 对对对 我们今天演一个 《皇帝的兽医》 直接就结束了呀 《皇帝的新医》 换一个 《牛蛙王子》 《青蛙王子》 说得我都馋了 《卖火箭的小女孩》 《卖火箭的小女孩》 被封杀了吧 那你挑一个 我其实挺想演那个灰姑娘的 好啊 灰支架姑娘 演什么灰支架 演灰姑娘 灰姑娘 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她有一头乌黑浓密的胡子 哪有姑娘有胡子的呀 她的后妈带来了两个姐姐 关羽刘备 所以我满脸胡子演张飞是吗 她每天要干繁重的家务 她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吊灯 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衣柜 擦了擦地板 擦了擦窗户 擦了擦地板 我就不能把地板先擦完 再干别的嘛 太累了呀 因为繁重的家务 满身的灰尘 脏兮兮的 被称为 兮兮里姑娘 我演的是灰姑娘好吗 灰姑娘 这一天 王子举行了盛大的舞会 全城的姑娘都去了 只有灰姑娘 被锁在了家中 你再用点劲打开了 门不严呢 我没那么大劲好吗 没那么大劲啊 这神仙出现了 你好神仙 你就是灰姑娘的父亲吧 我就是灰姑娘 本娘 哎 神仙 我被锁在家里了 太没礼貌了好吗 哎 神仙 我需要一套 华丽的晚礼服 大麻女装 你问问杨天真吧 问什么杨天真 你会魔法 你给我变一套好吗 太费魔法了吧 你试一下 袖子 上衣 裙子 没蓝了 我不能穿车的 你说人去吧 这样 只编上衣和裙子 上衣 裙子 你看这不是变好了吗 只有正面呀 我是穿了个漏背装嘛 哎 神仙 我还需要一辆车 技能CD冷却钟 你想想办法 帮你租好了 炒盆跑车呀 没必要太浮夸了 王子的晚会嘛 哦 那我还需要一双鞋 好啊 轻人自脱 水晶鞋 轻水晶人自脱 水晶高跟鞋 轻水晶高跟鞋 哦 谢谢 记得12点前 一定要回来呀 哦 是因为过了12点之后 魔法会消失是吗 过了12点 租的炒盆跑车 是一样的是吗 灰姑娘匆忙地赶到了舞会 热情地跟舞会的宾客本 打着招呼 咏春 也问 哪个舞会啊 跳舞的舞 全程的姑娘都来了 我是灰姑娘的大姐呀 声音好粗啊 我是灰姑娘的二姐呀 这就是刘备和关羽吧 我是灰姑娘的神仙呀 你来干什么呀 各位好 王子来了 哦 漏背的姑娘很性感嘛 我这个漏背装是真没白穿的 你好 请问可以 不好意思 认错人了 可以喝一杯酒吗 太没礼貌了 跟我喝酒 可以喝一杯吗 好的呀 哎呦 初次见面 太客气了 王子也太社会了吧 你也太社会了 哎 王子 可以跟你跳一支舞吗 你说话好恶心呀 我演的是灰姑娘 我换一种方法好吧 王子 我跟你跳舞 跳舞 跳舞 就跳你最喜欢的毛利战舞 哪国的灰姑娘会喜欢跳毛利战舞啊 三国的 人家原文里说了 两个人啊 跳了一曲华尔兹 一曲优美的舞蹈之后 好开心呀 我也是 好久没被人举高高了呢 烦了呀 12点了 你要下钟了 我是保洁吗 我要回家了 哎呀 你的杖八蛇毛掉了 我掉的是水晶鞋 哎呀 你的杖八水晶鞋掉了 我没能够打酒 匆忙的灰姑娘 落下了她的水晶鞋 王子发誓要找到水晶鞋的主人 这一天 灰姑娘的房门被敲响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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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是我的 麻烦签收一下 就有什么快递啊 王子自己来 你好 请问是你的鞋吗 哦 是我的 哎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我寻着味就来了呀 哈哈 没那么大味好吗 大姐二姐也在呀 别跟他们俩聊天 跟我聊天 哎 王子 哎 你是来娶我的吗 我也想呀 但是北方连年战事无心 儿女情长呀 那我也帮不了你呀 哎 怎么说话 放心 王子 交给我们三吧 这还是三国演绎吧 谢谢大家 你们好 我是秀瑞 我今天入职效果文化了 还挺不适应的 我就从来没有干过这么闲的工作呀 好久都没挨过骂了 我最近一次挨骂还是我领导成路指着我鼻子说 你喝那么点养鱼呢 我之前干程序员的时候都没见过凌晨四点钟的太阳了 现在天天在酒吧看日出 主要凌晨四点的太阳 它也不好看 你也看不清 有时候有两个 有时候有三个的 九竹上挺可爱你的社交能力的 我就挺差的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 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色恐 我最害怕碰到的人 就是另一个色恐 我们两个人聊天 就没有什么对话的概念了 那就是互相提问题啊 问完你大学在哪上的 就问你高中在哪上的 然后开始问你高中老师是谁 这不都是密保问题吗 咋地两天偷我Q号下 我们社恐最害怕去的地儿 就是某底拉 你就觉得这帮服务员 就不接受人与人之间有边界呀 你有时候都没看见他们的招牌呢 就已经看到他们的迎宾了 当你目光一不小心 跟其中一位对上那一瞬间 你就知道这把完了 今天只能吃某底拉了 我坐在桌上 我就感觉他们默认我上师行动能力了 我只是说了一句 我想喝双梅汤 我感觉我就正式加入他们的流水线了 一杯杯给你倒也不知道个停啊 我都吃完饭了 我想着临走之前把这杯喝完呗 等我起身穿衣服的拱牌 就给我买上了 我回来之后看到这杯双梅汤 我都蒙了 我说我刚才到底喝没喝过什么 怎么硕大一个火锅店 就容不下一个空杯子呢 你感觉在这个地儿都玩不了 那种时间静止的快闪 你就不管把时间停在任何一秒 都至少有一个服务员正在倒双梅汤 我喝一口给我买上 喝一口给我买上 我感觉喝的稍微慢一点啊 直接到我嘴里拉 我这喝这个双梅汤的时候啊 我就感觉自己在做一道进水出水的数学题啊 我甚至有点理解里边那个游泳池了 就有人一直给你碗里倒 你都不知道要不要排出去了 我正想着怎么把这点水排出去呢 我朋友突然站起来了 今天邱瑞过生日 然后服务员看了我一眼 当我跟他目光对上的一瞬间 我就知道这把我完了 那首歌要来了 来吧 跟所有的烦恼说嗨嗨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为什么那么多 哎呀我好厉害 当时场面就跟现在一样尴尬 我跟服务员说 哥们儿啊 我不配这种服务啊 要不我冲个会员吧 哥们儿说不用 咱这服务都是免费的 我说我就是想冲个会员 跳过你这个服务啊 等我们从这家火锅店出来的时候 朋友还问我呢 人家服务员服务这么到位 你凭啥有这么大的情绪呢 我说我刚开始啊 压根也没想吃这个火锅啊 再说今天它也不是我生日 谢谢你们车 谢谢你们